你好,我是張希彤 我從升小一那年就開始學專心算 學到現在都很中三 都學了差不多八九年 為什麼我會學專心算呢? 因為我家人就說 你既然升小學 不如找個興趣自己去玩 為什麼我會繼續去學呢? 因為在學專心算的期間 我都認識到很多不同的朋友 還有在一些平常上課的比賽計算 當你計算到和贏了之後 其實真的會很有成功感 我現在就專心算一段 專心算二段 專心算學了一幫助 其實我自己覺得學完專心算之後 其實我對數學的一些觸覺 其實真的會比其他人厲害 還有專注力也會比其他人好 因為其實可能平時要計十分鐘 即是要計時 其實你也要很專注才可以計算到 所以真的會訓練到自己的專注力 對我生活有什麼影響呢? 可能平時跟朋友出去吃飯 那要計算多少 即是要計算多少錢 其實他們也會幫我幫忙 而且我都很快就可以計算到 當他們看到我計算這麼快 他們就會覺得 哇!你真的很厲害 為什麼可以這麼快? 連計算機都不用我 很厲害 1982 到了 到了 記憶